各位家長 大家好 我是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禮國中心的Paybook導師 我們都知道現在疫情下 很多家長和小朋友都要在家 有時候又不知道做些什麼好 我們婦女中心就希望可以想一些活動 給家長和小朋友在家可以一起玩 在疫情下小朋友都可以繼續在家裡學習 我介紹一下今天我們要用的材料 第一我們要釘筒機 接著要一支膠水 我們可以用膠水或漿糊 要一條毛絨條 要一些顏色筆 顏色筆今次我們選了用水筆 建議家長可以幫小朋友給一些粗一點的筆 然後要一把剪刀 一隻紙碟 還有要兩隻顏色的小小的袖子就可以了 我們先拿起一隻紙碟 請小朋友幫我拿些顏色筆 在紙碟上面做一些裝飾 一支紅色 好 好 拿著 準備 在這裡 畫畫畫畫 自己畫 對 畫畫畫 對 有些顏色在這裡 再畫畫 然後 我們有把 哎呀 我們有把 刀剪 可以在中間 準備了 幫忙剪一剪圈出來 先 我看著要這樣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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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 幫你撕 你要撕 撕完了 你幫我撕 準備 這樣 摔 嘩 對 對 這裡 這裡 摔 嘩 這裡 這裡 摔 這裡摔 這裡摔 摔 OK 黃色的皺紙有了 放在這裡 接著還有第二隻顏色 粉紅色 又再摔過了 好 預備 好 接著我們就可以用膠水 塗塗塗準備了 一起 這裡 塗塗塗 塗塗塗 OK 塗完之後 可以把它 千千拿著這個 貼 貼下去 貼 對了 嘩 漂亮嗎 看看 千千做完這個 小裝飾 小裝飾 好了 最後 千千這個 圖工差不多 完成了 看到他做了很多小裝飾 最後 我們用一個釘孔機 在其中一個位置 幫他釘一個孔 看到嗎 這裡 有一個孔 釘完孔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一個 蒙蓉條 這裡 家長可以幫他穿下去 或者小朋友自己穿到 都可以被蛇穿 穿完之後 打個圈 來這裡 轉一轉 然後 這樣就可以做成一個小裝飾 可以掛在門口 好了 好了 我們剛才的圖工做完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留言在這裡 告訴我們 還有 如果大家覺得這些片 都適合你們 可以介紹到朋友仔 來看看我們這個頻道 好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